品科技聊经济 大家好 我是猫眼 日本软银的ARM 要被美国的英伟达收购了 虽然媒体报道有鼻子有眼的说 这次的收购金额高达400亿 即将成型 但是等等 你以为跟你大街上买赞 一个月买 一个月卖就可以了 事实可能并不会如此简单 这笔日本公司与美国公司的交易 能否做成 还必须看英国和中国的态度才行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感谢关注猫眼的频道 先来的话 也可以翻翻其他内容 咱们先来为一些 还不知道ARM和英伟达 都是干啥的朋友 简单的脑补一下 英伟达就是这货 大家在买电脑的时候 肯定都能碰到 也就是显卡 如果玩电脑游戏 想要尽爽流畅的感觉 那选它准备错 这个ARM是个啥呢 通俗点说 ARM就类似于ABCD 这样的26个字母 芯片设计公司 想要设计出 Hello这样的单词 也就是相当于设计芯片 就需要有个基础语言 现在有了ARM的基础语言 就不用动脑子 自己设计字母了 花点钱 让ARM授权自己 使用这套基础语言系统 就OK了 ARM因为相对于 英特尔的X86架构来说 拥有更低的功耗 所以就更加的适合 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所以截至目前 手机芯片 车载芯片 和各种各样的 移动设备芯片 大都采用ARM架构 英特尔的X86 是PC时代的网址 而ARM是移动时代的老大 其用户 就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高通 联发科 苹果 华为海思 英伟达等等 都是它的用户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英伟达作为一个 备授权的企业 作为如今 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头 现在想凭借着 强大的财力 把ARM反收购过来 这样一来 自己就更加如虎添翼 就好比是NBA联盟一样 英伟达本来是就跟华为 跟联发科 跟苹果一样的 都是联盟的球队 而现在英伟达 却把联盟给收购了 相当于自己既是球队 又是联盟的老板 这可以让其他球队怎么玩 所以 对于英伟达来说 即使付出了天价的收购费 却依然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但是这笔买卖完成可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并不是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完成交易就可以了 期间的利益交织错综复杂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英国 因为ARM公司本来就是一家英国企业 2016年7月18日 日本软银以3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ARM 因为当年英国脱欧 资本纷纷彻离英国 所以导致英镑对日元跌去了30% 这让英国的公司体现出了被收购的价值 至少从金融的角度来说 把ARM卖掉 的确能卖个好价钱 在资本的眼里 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ARM早期的投资人 用了20年的时间 终于拿到了高昂的回报 似乎也是皆大欢喜 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 这可能就是英国的高科技公司 被外资把控了 当时的英国工党 谴责当时的保守党 对于这笔收购案无动于衷 没有保护英国的微电子产业 当然了 软银本身并不是一家半导体企业 收购ARM 似乎更多的是 对未来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看好 会给软银带来更多的利润 更多的是一种财务性的投资 所以当时的英国政府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如今要收购ARM的是一家 美国半导体企业 与ARM是同一个领域 ARM的全球一半员工都在英国 这势必就会让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 技术外流 工作岗位流失的问题 所以目前英国对于此次收购的回应是 如果认为收购会对英国造成威胁 则将毫不犹豫的启动反垄断调查 其次就是英伟达的竞争对手们 高通 联发科等等这些企业 如果英伟达成功收购了ARM 则意味着英伟达的竞争对手们 都将处于ARM的阴影之下 ARM能让英伟达始终处于技术先进的水平上 表面上说自己会让ARM处于中立 会授权给自己的竞争对手 但嘴上说的和未来实际做的 可不一定会一致 这就会让高通 苹果等等的公司 始终没有安全感 ARM在软银的手中能保持中立 但在英伟达的手里可就不一定了 这些高科技公司就会有两种方式 对待这次收购案 一种是到美国政府游说 阻止收购 另外一种就是寻找可替代的ARM方案 比如RISCV方案 毕竟你头上天天悬着一把以天剑 而剑的主人告诉你 这把剑不会掉下来 你敢信吗 你能信吗 最后这次收购还必须要看看中国的态度 很明确 中国是不会允许这笔收购完成的 从最近的美国对华为的芯片断供 工业软件的禁用等等的事件就可以看出 美国挥舞着科技大棒 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而ARM作为芯片设计的基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中国阻止这场收购是必须的 可能你会疑惑 美国与日本的交易 英国去阻止还说得过去 毕竟公司在人家的地盘上 中国有能力阻止吗 答案是有 咱们先看一个实际上已经发生的 中国阻止的国际并购案例 你就会明白了 早在2016年 美国高通公司 也就是中国大部分的手机 都使用的骁龙芯片的母公司 计划以380亿美元 收购全球10大半导体企业之一的 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当然这种巨无霸级别的公司合并 势必会引起相关利益的国家 反垄断机构的调查 在高通公司经过两年的斡旋后 先后已经得到了美国 欧盟 日本 俄罗斯 韩国等在内的8个国家和地区的批准 但还有最后一个国家没有批准 就是中国 中国商务部拒绝了这一收购案 虽然一再延期但最终还是没有被放行 为什么需要经过中国的同意呢 中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和商务部发布的 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中的规定说 经营者只要在全球年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人民币 并且至少两家经营者上亿年度在中国境内 营业额超过4亿人民币 那么就应该向中国商务部申报 以进行反垄断审查 而高通和恩质浦作为半导体行业的两大巨头 其在华的营业收入远远的超过了这个标准 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其也受到了中国法律的制约 当然了 这样的方式也绝不仅仅只有中国才有 而是一种国际惯例 像欧盟 日本 韩国 美国等等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审查条款的 美国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方式 否决了两家欧洲企业之间的并购 当然了 高通可以不理会中国商务部的拒绝 但其就必须承担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 这是这两家公司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最终高通公司收购恩质浦已流产高中 而非常类似的 ARM和英伟达在中国同样拥有巨大的利益 其巨大的营业额也远超过中国反垄断调查的 营业额标准 也同样适合中国的法律条款 两家公司的并购需要中国商务部的审查 最近美国不断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压 工业软件的停用 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海外公司给华为供货 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大棒不断的砸过来 如果ARM再落入美国公司的口袋 相当于美国就又多了一个杀手锏 英伟达现在承诺如果收购成型 ARM会保持中立 对外开放授权 但是如果川普一声令下 要求美企的ARM对中国断供 那ARM还能保持中立吗 那结果估计就会非常的明显了 如果一旦收购成功 那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芯片设计行业 那绝对是一次核弹级别的打击 您觉得最终英伟达能够成功的收购ARM吗 欢迎留言评论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 感谢关注猫眼的频道 下期再见